自2022年政府啟動打擊衛生黑點計劃以來 香港整體的衛生環境的確是有所改善 但是為何好像土瓜環街市一樣 衛生情況反反復復,是好是壞 問題始終都還未解決得到 你有沒有見過有老鼠? 有啊,周圍都有的 特別是將變魚丼 它劏了很多內臟 都挺骯髒的 旗旗,你平時喜歡煮幾道菜嗎? 說真的,我自問煮食不太天分 我比較喜歡拿筆多於拿鑊鑊 而且我並不太喜歡去街市 印象中的街市都是濕濕粒粒的 所以為了改善街市的形象和衛生環境 政府近年積極推行優化措施 進行改善的工程 但有些街市似乎怎麼改都改善不了 已故作家西西 不客時常提到的紅蘋果街市 亦即是土瓜環街市 時常都令到讀者充滿想像 不過現實中 這個紅蘋果在街坊眼裡 就代表著老鼠、垃圾和蠍蠟 衛生差 你覺得土瓜環周邊這個位置 街市這裏是否衛生 一般 有見過有老鼠嗎? 有,周圍也有 在哪裏會見到? 在食肆那裏 食肆那裏 食肆那裏 有沒有說是甚麼時間會出沒的? 老鼠 天天都有 後面周邊的街市 會不會衛生環境差一點? 現在好了很多了 這些東西不會擺到 出去的條路那裏 衛生情況一般 主要是那個冷氣不夠 特別夏天 特別是上面魚當 因為它湯了很多內臟 都挺骯髒的 老鼠其實 很老實 每個街市都有 但它就沒有 好像以前 池雲山 那裏的老鼠那麼多 都有 其實都可以的 如果你比較黃大仙 池雲山 那裏的老鼠不算多 阻殼問題不多 垃圾都是有的 但是它很識字律 而且這裡 食環處都很勤力 基本上每天都有人 來巡邏監管 自2022年 政府啟動 打擊衛生黑點計劃以來 香港整體的衛生環境 的確是有所改善 但是為什麼 好像土瓜環街市一樣 衛生情況反反覆覆 事好事壞 問題始終都還未解決得到呢 根據街坊和你反應 土瓜環街市有什麼問題呢 街坊和我們經常都反應 土瓜環街市 只要有幾個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垃圾收集時間的問題 因為垃圾收集時間 垃圾車過來 並不吻合 導致垃圾全放在街市 發出了一股異味 還有這些污水流出來 會吸引到老鼠去覓食 第二個就是 有個魚檔 或者是送貨車 長期放在那裡 那股味 或者魚味 或者肉味 都會長期吸引到老鼠 過來去覓食 和去找食物 第三個 就是我們環境衛生問題 因為街市裡面有很多水漬 還有魚檔 或者是檔口 或者是食物檔 清潔得不乾淨的時候 會引起很多食物的殘渣 導致老鼠晚上 或者平時 會過來去覓食 還有更加令到鼠環嚴重 主要是大的原因 土瓜環街市周邊的情況 又是怎樣的 其實大家看到後面 其實都是很多的商鋪 在這裡做一個買菜的店 其實女和外的鼠環 和環境衛生 都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以前疫情的時候 看到部門都會天天清洗 商鋪都清潔得比較乾淨 現在疫情過去了 可能大家的戒備心就會降低 其實我們都希望食環處 好像以前一樣 既然以前也有資源 天天去消毒、心情刺去清潔 那為何現在不可以繼續做呢 其實商鋪都很應該盡上自己的責任 自己店舖裡面 或者門口的範圍 都更加清潔乾淨 人人有責 全民一起做一個清潔的行動 落重藥、剪決心、加重佛質 加強教育宣傳 還運用了科技滅屬 但這樣是不是已經足夠呢 我看到土瓜環街市周邊這裡 都有安裝CCTV 情況有沒有改善成效又是怎樣呢 其實安裝CCTV之後 其實的成效和情況是有改善的 譬如說我們在九龍城道 落山道這個環境衛生黑點 都已經安裝了CCTV 我們希望政府部門 加大力度資源 更加在不同的黑點 或者街市或者街道 安裝更多CCTV 可以保障清潔 希望校訪內地 例如海口 其他南京城市 有個微型垃圾流動的收集車 第一個可以節省工資 以及令到清潔的哥哥姐姐 不用那麼辛苦 拖著小車去撿垃圾 因為那個微型車 可以去到大街小巷去清潔 也是一個清晰的作用 也可以減低資源 因為帶水車的資源非常龐大 如果用微型垃圾收集車 可以多做幾步 在不同的地方進行清潔 加重了這個左階罰則 有沒有一個阻嚇性呢 其實有的 我們和市民都有支持 增加左階罰則 其實現在都看到 我們身後的九龍城道 土岸道 駱山道一帶 其實都有大大的改善 如果增加罰則未有之前 其實我們見不到這麼好的現象 現在都非常好 雖然還有一些法布膠 仍然在旁邊傳光 我們都希望能夠再溫馨提醒 或者定期巡邏等等 其實我們最希望就是夜晚 因為夜晚收工時 比較少執法和比較少巡邏 一到夜晚的時候 法布膠就到處放 我們希望能夠在夜晚增加巡邏 和增加和大家相互互相溝通 香港最高的山就是大墓山 但是說到最享負盛名 又最代表香港的山 就一定是太平山和獅子山 至於香港人最喜歡去的日本 大家一定認識富士山 它是日本的象徵 每年開山都會吸引無數旅客去登山 不過想登上日本的高峰 就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登山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課 其實香港人多不多上富士山? 多的 其實香港人、台灣人 甚至很多歐美人 現在都很喜歡上富士山 香港人的比率其實高 但你覺得對香港人來說 其實富士山是否一個危險的山? 不危險 其實只要你有適當的訓練 你在走富士山前要準備 例如你的配套、裝備 你自己的體能訓練 其實再加上當日是好天氣 富士山是一個很漂亮的山 要上富士山 其實是否有幾條路線都能上去? 富士山有四條路線 大部分香港人會以吉田線走 為甚麼? 吉田線在很多人眼中 吉田線是最容易的路線 因為包括路況上比較穩定 另外山屋配套多 在路線上差不多有五至二十間山屋 每個轉彎位都有一間山屋… 有甚麼事就立即進入山屋 對,你可以在山屋補給 因為山屋就像一間士多 你可以賣東西吃,可以進去吃飯 如果你不夠暖,可以買衣服,補給 所以每間山屋都可以補給 你會覺得好像不危險 所以吉田線會比較多人上 其次就是富士工 富士工最短 但亦是容易走的 另外那兩條比較少人提 因為那兩條是比較難的 真的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如果第一次走 我們都不會建議走那兩條 預電牆和水酒線 但你有這麼多次的經驗 其實你覺得上去富士山 多不多是初學者的人 或者輕裝上陣的人會上去呢 其實都很多 我每次走的時候 都會遇到很多… 可能裝備不夠 甚至我見過,就算有香港人也好 穿普通的波鞋走 乳具就買件便利雨衣上山 都不會很建議這樣做 因為始終山上有危險的變化 那你這些時間 就是好看你的裝備夠不夠 還有你的人本身對這件事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如果你本身已經沒有經驗 好了,裝備也不好 那你就很容易會出事 要了解低溫症 首先要了解人的行溫動物 我們身體一定要保持一個好站的 溫度度大概36-37度之間 都會發燒 但低溫有什麼問題 可以盡量防止低溫的出現 如果低溫到35度左右 身體的機能會出現問題 很多神經腺的喘導 心臟的喘導 腦部的喘導也會出問題 而不中的時候 甚至會失望的 真是遇上的過程 第一,就是看下 自己覺得很冷 穿著很多衣服 但都不停地震 其實已經是出現身體機能 不是很能夠應付的情形 盡快可能找個地方疲疲 即時救救 不要以為都是冷 可能病情會進展 那你到時甚至有問題 或者是模糊的時候 就未必懂得去找救援 低溫症最重要的第一 其實就是住房 你知道有這樣的事 你要去到一些低溫的地方 你要有足夠的軟環之物 了解到你的路線 是怎樣可以避免處於一個空曠 而低溫的沒有救援的環境 因為其實每高1,000米 就低涉至6度 所以有次要我們去到一些地方 可能10度 我們一些都不夠冷 但你上3,000米的時候 它減了18度 就變了0,800度 所以上山的時候 第一件事要看高度 以及計算大漾頭天的說法 每1,000米低6度 大地足夠的暴亂的事物 足夠的食物 而且兩人以為環境不多 或是天氣太差的時候 就不要出發或終止行程 很多人對低溫症有誤解 以為在極端寒冷的環境之下 才會出現 聽醫生說完 大家都明白 只要人體體溫低過35度 就有可能引發低溫症 所以大家平時行山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注意保暖 究竟登山還有甚麼裝備需要準備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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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